英哥陶瓷工艺园区推动小组 为了寻求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共识 替陶瓷产业再造风华 特别邀请了在地的住户以及厂商 一起参与地方产业发展的说明会 希望将永兴巷、永昌街以及建国路一带 规划为陶瓷工艺园区 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台湾最具客色的园区 英哥陶瓷工艺园区推动小组 为了寻求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共识 替陶瓷产业再造风华 邀请了在地住户以及厂商 共同参与地方产业发展说明会 希望将永兴巷、永昌街一带以及建国路一带 规划为陶瓷工艺园区 成为台湾最具特色的园区 有借理说因为陶瓷老街 以及我们陶瓷工艺园区 事实上就很近只有300公尺 那原则上陶瓷老街那边的话 都是一些陶瓷的展售 经由我们永昌街进来 我们安排了美食街 美食街再进来 这是我们陶瓷工艺园区 我们现在是积极在协调 就是希望说我们这边的厂商 能够开放给民众 进去参观 了解说陶瓷的制作过程 永兴巷、永昌街以及建国路一带 是英哥陶瓷工厂最多的聚集地 巷弄内也有许多陶瓷工作室 使得这块区域呈现了多元化的产业风貌 规划要在这里维出三公顷区域 作为陶瓷工艺园区 我们要把这个区块老街部的地方 能够希望游客能够到这新的样子 要S80 但他感觉到我们工厂 在什么地方群聚在什么地方 一个老百姿区 就引导到这边 当他参观我们工厂以后 他觉得说这个值得看 值得学习去呢 值得他在这边 在某个工厂里面 能够探考了两三个小时 能够在这边下单边采购 是对于大陆耶稣语的陶瓷工业园区 现在在这里做一个 宁哥的陶瓷工业园区 他有助于说 请所有的游客来这边参观 参观之后知道怎么样的生产 又可以买回去 把那个所生产的一些程序 知道之后 原来这是这样生产 生产在做这个产品 所以说对这个工业园区 陶瓷工业园区的创立 我是觉得这真的是有需要 陶瓷工业园区 目前规划了观光工厂街 艺术村以及会展中心 并与艺术家合作 协助创意店铺招牌设计等等 希望打造永续宜居的 陶瓷工业文化创意园区 众佳新北新闻 英哥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